再来看到在大陆下最红的剧叫做《虐心剧》 就是让你看了心会揪在一块 而现在最当红的是哪一出呢 就是由何润东和张勋杰所主演的璀璨人生 这不仅在网路上点阅率超过21次 甚至催泪程度还被历为是大陆版的蓝色身体 对一切好像就注定了 我没有牵扯不清的关系 姐妹身世错乱到爱上同一个男人 由何润东张勋杰领先主演的偶像《虐心剧》 在大陆创下惊人夹击 20亿的网路点击率远远超过蓝灵王的9亿次 当中张勋杰首次挑战反派角色 压力大到几乎睡不着觉 我就是会把自己劈到很紧那种 那片哥可能有看到一些状况 没有工作 那我就私下来运动 让头脑清醒一下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回到剧本里面来 会有不一样的feel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张勋杰的紧张不止何润东看出来了 跟张勋杰演对手戏的女主角更爆料 拍摄过程当中张勋杰都是靠何润东的歌声 来抚平内心紧张 Oh my God 片哥他是我们队长嘛 我们球队的队长 所以想要跟他开个玩笑 把他以前的作品都放在那个身上 放出来 那我就OK 还好你解释一下 要不然我听起来也觉得怪怪了 这虽然说是开玩笑 但是从主角间的互动 看得出拍戏拍出了极佳默契 也让收视率创下巅峰 记者吴明珊 对不起 我想